大家的廣旋回覆 簡訊過敏源 抽血就有用 歡迎收看我們的粉絲團 就是有一個媽媽 破了一個她寶寶的照片 結果她的過敏很嚴重 然後手臂上就都是過敏 她其實有去看醫生 可是她擔心小朋友 這個過敏源是不是要 找出來是什麼 所以她就想說要不要去抽血 你會不會建議 因為很多人我覺得現在就是 看到過敏兩個字 就會想到要抽過敏源 這個到底是媒體造成的 還是醫生造成的 我不曉得 但實際上必須要跟大家講 看到過敏兩個字 不要想到抽血驗過敏源 這兩件事是沒有直接關係的 是 對 你絕對不要 就是說我只要抽血驗過敏源 我就可以得到過敏感 不是可以驗出是什麼東西 以後就不要吃了嗎 其實不是 首先我們要先講 三歲以下的小孩 抽血驗過敏源 通通都不準 因為他們免疫系統 還不是很成熟 所以你抽了有跟沒有 都是白做的 白挨醫生而已 三歲以上可以做 其實醫生如果建議你做 我也不反對 可是我們身為醫生 就要好好幫你解釋 因為如果這個報告抽完 就丟給你 你自己看 上面紅痣就不要吃 那你就完了 因為有可能滿江紅的 你人生這邊 你人生就是黑白 什麼都不能吃 或者是裡面 全部通通都是正常 醫生說什麼都可以 可是你說我明明就是吃了 某個東西會過敏 你為什麼跟我說不會呢 所以到最後 醫生都還是要根據小孩子的症狀 就說這個紅痣 這個牛奶說會過敏 你喝牛奶會長群麻疹嗎 不會啊 那就打叉 表示你沒症狀嘛 這個紅痣就不代表它是不正常 了解 一個一個問 一個一個試 不確定的 那我們就試試看 總之最後那個解讀者 比你抽選這個動作還更重要 了解 這樣才是正確 驗過敏人的一個態度 了解 悠悠知道了嗎 繼續